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亲爱的全国投票欢迎收看 今天的金钱到端午节后的第一天 当然也就是说在这个新的机会当中 端午到中秋这段时间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盘面上 有一些细腻的变化 早盘这边有一个稍微的压回 不过我们来看到新的一波买盘 很快的就进场 那这边有一个重点在于就是说 新的这一波买盘 它的这个反应跟它的效应 是不是延续上个礼拜 那亦或者是说上个礼拜的买盘 在MSCI调降的那一天 好 调降的那一天 事实上是大买的嘛 对不对 那当时由于是超卖了 超卖的过程当中 以至于就是说 你新的标准算是调降了 但是光是补回你过去超卖的额度 就让指数大涨 不过超卖的这个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以台积电为例 这里是不是有一个大量 这一天很明显就是 MSCI那一天嘛 对不对 部分的股票 在那一个大量的过程当中 它并没有占到季限的上方 而且在季度调整的那一天 开始生效以后 你可以看到后续买盘 如果没有持续的攻上去的话 它就在这根红棒里面整理 强度是有表现出来 因为到目前为止 是守在缺口的上面 而且亮缩的嘛 但是因为台积电不上季限 也导致了大盘不上去 对吧 所以我们之前在讲一个东西 就是行情叠下来 什么东西改变了 那什么带来好处 就是说一件事情 你不能只看它的正面或负面 它一定会有两面 对不对 一把刀一定会有两面 双面刃 任何一个东西要好处 那你说它完全没有缺点 这个都是不可能的 好 那大盘叠下来的话 最大好处是哪里 它不可能完全是缺点 它当然有优点 最大好处就是 很多的股票变得怎么样 很便宜 所以很便宜 并不是主观上觉得很便宜 或者是说概念上只是 这东西变便宜 感受上变便宜 不是 在我们实战的操盘的过程当中 所谓的便宜这件事情 是指的 你在多空循环当中的哪一个阶段 比方说如果你在起涨区 你便宜便宜 你当然便宜 如果你在主升段 你便宜便宜 你不便宜 但你还有更高 如果你在所谓的陌生段 当然会说你贵 对不对 但贵不见得不能够买 那陌生段的时候 也可以喷出再赚三根涨停 但是便宜与贵 它的一个取决标准 就是在于你是在哪一个阶段 比方说大力光 你说你跌了它一半 或者是说当时的这个 力旺好了 你破了这个跌下来 从2000多跌到1000多 你如果1000多 对你来讲贵还是便宜 对有的人说它觉得贵 有的人说觉得便宜 但如果你以股价的周期跟循环来说 你必须说当时它是便宜的 对不对 你必须这样讲 在这个时间点 好 那我们看一下 好 这个 因为我的代号也忘了 那我们来看到 逻辑就是在这个地方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大盘 同样的道理在这边 因为你台电不上季线 我也不上季线 那是不是代表说 这个行情就转弱 不是 因为在这个架构当中 不是每一个股票 都跟大盘一样 在这个时间碰到季线 有的股票已经上个月 上上个月就碰过了 所以在我们相对论逻辑里面 才会告诉各位 跌了3000点 最大好处是 很多股票变得很便宜 这句话如果用我们 实战操盘的逻辑 去把它翻译成 一般人听得懂的逻辑 就是说 很多的股票 它刚刚打出底部的形态 因为底部的形态 就表示便宜 对不对 那不是你价格的问题 好 那我们就继续讲 所以大盘还没有上季线 如果领先大盘越过季线 就是比大盘强 然后第二点就是说 这个盘是要赚钱效应如何 赚钱效应什么意思 比方说有一档股票它一直涨 可是不管怎么涨 就只涨它 别人都不涨 这个赚钱效应就不好 对不对 或者是说 有一档股票它一直创新高 但是只要创高必拉回 这个赚钱效应也不好 一档股票它创新高 那就拉回 创新高又拉回 创新高又拉回 当你报了三个月以后 发现它涨了三成 可是每一次过新高 你去追它 隔天都会赔钱 这效果好不好 非常的差 这种行情就 赚钱效应就很差 代表说它没有一个延续性 但是你说它会不会涨 它会 那另外一种情形就是说 同样一个族群 它有创新高的股票 但是它不能够带动到它 相同类型的族群 那我们上礼拜 有跟各位讲过这道理 赚钱效应就是说 东哥优廷在创新高的时候 有没有看到饭店股在涨 旅游股在涨 如果你是事实上上涨的 就代表你的赚钱效应是好的 当这两件事情都达成的时候 这个大盘就具备什么 可操作性 你可以做了 并不是说这个大盘能够涨 你就一定能够赚到大钱 也不一定 如果赚钱效应很差 对不对 如果个股没有领先大盘 那这个盘基本上还是不能做的 因为你还是空方 你知道季线下分音就一定是空方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就来继续讲 所以呢 在大盘的格局当中 你还没有越过这里 我们讲多空循环的位置 底部循环一定在这边 底部循环一定越过了这条下降的季线 拉回以后 季线怎样翻扬了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这么右脚 那主身段就这一段 喷出段就这一段 所以几涨的股票你拉回的时候 为什么可以买 就因为你买在上升的主身段 强势股拉回可以买 强势股破季线还是可以买 对不对 但当你季线下弯了 弯下去对不对 弯的过程然后反弹每个地方都要逃 你怎么加码都没有用 大部分的人很容易死在这边 为什么呢 因为你买的股票一定是基本面最好的公司 基本面最好的公司 最容易死在这个地方 因为叫做不气不理 对不对 什么叫不气不理 不气不理就是假装自己很懂基本面 一张都不卖 那这种时候就非常容易家破人亡 那不管是老婆跑了或者是这种 基本上都是在这种时候出现 很多的市场上有名的一些操盘手 或者是说有一些大的精英操盘人 家庭有的时候也不是很幸福 那很大的原因是在于说 很多成功的人士 尤其是属于那种 天下 这个就是跟世界为敌的那种性格 常常会表现在一般的生活当中 所以导致于说 好比说你凹一个股票 你这样凹下去再凹回来 对不对 但你不能要求你的家人 都跟你的情绪一起下去再上来 对不对 你凹了三年 就这样股票最后出头了 那你不能叫你儿子跟你老婆一起 跟着你凹三年对吧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实战的过程当中 很不鼓励大家用这种 虽千万人无往矣的操盘方式 那个是一种 独自在天堂与地狱之间 徘徊的人生性格 对我来讲 我觉得股票就是做当下 最好做的那一段就好了 对不对 保留你对人世间的一个 最美好的那一段 股票都一样 所以零电你要不要做这一段 你不用做这一段 你为什么要做这一段 这一段就一直破 对不对 那你要做什么呢 做看清楚 越过了一条越先线 对吧 第一次撞击 你这个越过以后这是卖点 看到没有 这是卖点 拉回来第二次再上去 情况就不一样 因为右脚不破左脚 这条季线就翻扬 对吧 但你大牌还没有过 所以这一波连电领线台积电 对不对 我在第一段的时候 跟各位讲跌不下去的时候 大概差不多三个礼拜前 那个时候最先拉的是创意他们 就这一段 他右脚消失了 所以要上来 好 那我们来看到这一条就是所谓穿越季线的时候 所以你看这个地方你上去 这个地方站上不算站上 所以很多人会把这个地方当买点的错的 这里不是买点 这里是卖点 因为你这个地方季线是60度下弯的 你买在这边是错的 有没有 你看创意你买在这边是错的 非常的明显 你买在这边是错的 你买在这边就是准备死最后一段 这一波很多人被洗那最后一下 他可能会觉得说 下一次我一定要熬过 打死不卖 这逻辑错的 你先卖一趟 然后等到洗完再买回来就好了 这就是我刚刚讲的 有一些事情 你人性上无法执行的 还不如就随远 对不对 刚刚跟我讲的 有的人家破人的王就是这样子来的 熬不过 你觉得要熬过 其实不是 不要让自己进入那种状态才对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种情形就是你第一次撞到 对不对 不拉回 但是你的季线要翻扬 对不对 像这种情形 所以领先这张季线很多 今天是大力光 大力光 这样自己选 那你看这个地方 这里是6月是5月 这4月 一个月 两个月 所以 这里开始低扣底的时候 这条均线就会上扬 那我们就可以来跟各位讲一件事 过去手机这一段 好那手机的话 大家现在都有手机的 你要手机在做什么突破也很难 所以如果你古龄超过20年的话 你大概知道人保以前100多块 NB的黄金时代 那当然现在手机有点像当年的NB 对不对 现在手机当然更重要 还有一个生活的重要的生活必需品在里面 对不对 但是呢 不管你从渗透率或者是突破性来看 或创新格局来看 那手机大概就是一个成熟型的产品 所以它长线是在一个 极长线是在一个下跌过程当中 抓那个反弹 所以你超跌了以后 比方说你像大力光 你跌完以后也会有反弹的机会 像这个就是有 去年12月的时候 从2000这边一弹 弹到2600 这边有赚600块 2000弹到2600 这要30% 对不对 那同样到底今天是第一天反攻 你是要拉出一个空间 对不对 还是可以做 再来接下来就是赚钱的效应 大力光自己长 能不能够带动 郁金光 仙金光 连异光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 郁金光因为长在前面 所以效果比较不明显 那但是呢 如果你看连异光 就非常的明显 对吧 毛胚玻璃嘛 那这个呢 就是说上一次你看 领先一个礼拜 站在季线上方 中继整理三天上 赚钱效应好不好 算不错 算不错 因为不是只有涨大力光 大家都有跟着涨 所以这个时候你去做 就容易赚到钱 然后取得另外一个例子 比方说美食 我们上礼拜跟各位讲 对不对 这就是站在季线上方 大盘还没有上去 要领先上去 解封受惠 那当时的背景条件 当然简单 第一个东哥又挺在涨的时候 美食又上来 美食当然不用多解释 85度C 大街小巷都有 那个每个人去点的不一样 有人点在他们家 好像有一个什么 很有名的什么 咸咸的那个什么 海盐是不是 然后还有卖那个什么 一颗柠檬 对不对 我记了两三种 还要卖蛋糕 我不用多说 其实大街小巷都有 好 这个解封概念状况 你如果扩散看 全部都赤裳东哥又挺 这个赚钱效应就不好 但是你看 美食 好 你这样记线以后 你看他今天创新高 但你看从当时 93 94 95 到现在103 104 价差有10块钱拿出来 10张就有10万了 对不对 那是因为出现在什么时候 三个月不破底 三个月不破底 这条均线就要翻扬了 对不对 重点是它要翻扬 好 这里就可以开始 讨论这个问题 赚钱效应 是不是有解封概念股 可以继续上工 当然有 三副上礼拜有跟郭一讲 好 创新高做今天有一个上影线 好那这是因为 累积了这么一段涨幅以后 然后量能在这边也有 开始放大 所以隔日冲 当中都会有 留上一个上影线 但是我们上礼拜 有跟各位讲过 如果你找刚刚起涨的 筹码比较干净的 涨幅不大的 你机会就来 比方说五幅 对不对 三副涨那么多 五幅没有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果然到上礼拜 四创新高 今天再拉一根涨停板 对吧 这样是不是就一根两根 三根涨停 没错嘛 对吧 上礼拜二嘛 这一根嘛 这一根嘛 好这礼拜四 那这今天三根涨停 这样是不是三成 赚点效应是不是很好 是不是出来了 这不是我今天讲的 那这时候就要开始 考验一个重点 解封甘利股大家都认同 对不对 可是长荣行跟华航 本身没有创新高 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 告诉各位 筹码相对来讲 比较乱一点 或者是大家都在里面的 它的延伸性不好 从这个角度就可以看 你现在要赚到 第一时间的快钱 要马上赚涨停 往哪边找 往刚起涨来找 就不要找那种 都已经被拉过的 所以这个答案出来以后 亦非访就是送分题了 很简单 上礼拜四 今天就是再拉一根涨停 两根了嘛 好那接下来就比 谁能够抓到新的 对不对 现在要抓什么 饭店的 或是抓 过去这段时间以来 谁买下哪个乐园 然后对 因为你短线上 就只能这样找 最主要是因为三副 它是日本线的龙头 那你这次解封 当然最受会一定是日本线 龙头在拉上 你现在震荡 不是告诉你说它做头了 你从华昂根 长河根就可以看得出来 你要赚到大钱 赚到涨停 你要抓什么 别人还没抓到的 所以你看今天涨到很多 涨到台东去的 涨到六幅 这是第一根的 刚刚涨的 我跟各位讲 这次会有饭店 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有梦想 不是只有大户可以有梦想 今天这一档股票 就是涨第一天 对不对 我现在告诉各位 很重要一个点就是在于说 现在很多股票是在底部这里 这一次大盘跌了三千年下来 我们说任何一件事情 有利有弊 你说有跌下来 难道对投资来讲 有什么有利的 当然有有利的地方 就是很多股票 它回到底部起涨区 对不对 这一次也很明显 如果你已经涨两层 涨三层涨四层的 它现在已经开始做震荡 但并不是告诉你它要拉回 可是这个赚钱的效应也告诉你 很多的股票它刚刚要从底部上来 对不对 你像今天有什么 像我今天有工具机 对不对 今天有手机概念股 这都是刚刚上来的 你看红杰科 所以我们先进一种广告 稍后一下回来 最近有一群人 以前都是只有冒名照片 对不对 以前又有拉一些群组 群组他们现在是这样 就是先把你进入一个light里面 然后他们用的light 就是告诉你说 有一个小帮手 那个小帮手叫什么名字 再把你拉出去 为什么要这么做 就是说 假如说我今天告诉你 我广告出来弄一个什么群组 你拉进来 结果我带你去做一些事情 你就会直接来找我麻烦 对不对 那今天有一个小帮手 把你拉到另外一个群组 他做了什么事 跟我就无关了 对吧 对理解上是这样子 好那不管怎么说 就是被拉走了 那拉走的话 先要跟各位讲说 现在市场上几个主流的骗数 那第一个就是说 你来我这个户头下单 我这个户头是法人户头 讲的就天花乱坠 比方说像以前最好笑的就是说 新股挂牌我可以提前抽签 或者是说我听过 那个最扯的是什么 一支涨停板的股票 尾盘可以买得到 锁住的 他说尾盘可以买得到 那你如果在市场上 只要稍微有一定的智商 或是一定的认知 你一定知道这不可能的 对不对 但他们就会有 就是舌头就是很贱 就是会讲一些那种唬烂的 比方说我有特殊管道 可以买到锁住的股票 我有特殊的管道 我的这个户头 是法人专用户 那你这里要特别注意 就是说中国 中国或香港 他们有一些口语 对不对 跟我们台湾是不一样的 比方说法人 他们常常讲什么你知道 常常讲机构 你就观察他的那个口语 他如果动不动就写什么机构 什么就是那种大陆用语 你大概就知道 这个不是台湾来的 那很多都是香港来的 那结合一些 可能有一些人在内地 也待不下去 来台湾搞这个 那好不管 就是我们讲说 机构有特殊管道 可以买到那个锁住的股票 那你要来我这边下单 入金 我给你一个户头 入金你要几十万 三百万几十万 然后会做一个 虚拟的对账单 哇你今天赚多少 等一下要出金 出金人就不见了 这种是属于最粗暴的 一种诈骗的手段 就直接把你的钱拐走了 那我们当然不能说 所有的市场上的人 都这样子做 但是我们也要讲说 你确实要小心 但是我必须要讲一件事 其实你还是可以判断 我认为判断很不难 我举个例子来讲 我蔡振华就一个群 没别的群了 这个群就在荧幕上 你怎么会上当呢 对不对 除非说有任何的原因 我是蔡振华本人 摩尔头顾是假的 这个振华叉叉公司 是我自己本人开的 不要去摩尔 来我自己开这边 这句话一听就是假的 如果要这样子搞的话 我蔡振华就直接开 振华头顾就好了 对不对 我开个振华头顾就好了 我为什么要 为什么要转个这么多弯 然后 而且我如果在别 公司里面搞我自己的团体 你觉得我这个人的人性 还值得信任吗 对不对 所以这种东西就是说 先有一个优因在前 那我们也必须想 有的人他 你不要以为说 你占到什么便宜 比方说最近有一个 很有名的案例 就他们怎么弄你知道 他就 他先跟你讲说 我收你一万块就好 我收你八千块 假装在收你会员 因为完全不收会员不像 对不对 这个好像假的 他收会员比较像 他就假装收你会员 收什么八千块 一万块一万二 让你感觉说 好便宜 刚刚我八千块 你就给我牌这样 其实那个是幌子 让你以为他是真的 等到你进去以后 一样管你钱 那叫的股票都不是我叫的 对不对 有的人他会抄我的内容 因为很多账民集团 他自己本身是有程度的 很可惜 就有一些市场上的失败者 做不到钱就是 沦为诈骗集团 很多 当然我们不能说 所有人都诈骗集团 但是前提之下 我们还是要 保持自己的警觉心 因为你拿我的照片出去 就蛮怪的 找我就好了 对不对 就直接画面上 这个二维码 就是唯一的二维码 这样讲明白了吗 我们看一下 其他的通通都不要听 好这个 常总在横向整理 这个不强也不弱 再等简直的那个新闻 上瓶刚刚讲过了 带领的工具机 包括我们看上次 我们看五月底告诉各位 巨艇 对不对 昌泰 赚钱效应要出来 就会再涨 好 那我们看到 果然 来吧 两个礼拜过去 再创新高 那昌泰也上来 主帅在上瓶身上 有没有看到 赚钱的效应 有 赚钱 创新高 来 龙泽科也上来了 赚钱效应出来了 就是说 大的带小 小的带低 对不对 高位阶带低位阶 然后我们看到 现在是 红杰科跟 吻茂这一批 手机鼓上来 大力光 手机带着 这些低 低价位的族群 位阶低的族群 打了一个双底 对不对 那刚刚要越过季线 好 那这个宇治 当然要除息了 除息之后 看能不能像 这个赚顶之后 再创新高 赚顶当时就是这样子 好 那再来就鸿海 鸿海是这一波主帅 鸿海要带动着很多 其他的汽车领主件的股票 月线级别 刚好带出第一个日出 你看现在是五月 现在是六月 五月 四月 三月 二月 一月 今年跌了半年 刚刚月级别日出 接下来四个礼拜 有八个族群 轮流从敌步骑掌 除了今天的工具机 今天的手机之外 接下来第三个族群 明天带领各位做进场 本公司与分析师 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紧同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